在進階西班牙語文法塑成的一本課本 我是放在90頁 90頁到104頁來介紹 那基礎這本 90頁到104應該是 它的動詞的使用 現在虛擬是 但是在基礎這本 我們放在第七章 第七章 因為現在是 虛擬式的動詞變化 會應用在命令式的使用上 不管是肯定和否定都會用到 所以我們要先介紹一下 現在虛擬式 這個時態 它的動詞變化 我們還是使用 這三個動詞 大家都很熟悉 Trabahar R 結尾 Gomer R 結尾 跟Abrir Ir 結尾 同學跟老師念 那我先講一下 現在虛擬式 它的動詞變化 有一個特點就是 你把R 結尾 通通改成A 有沒有看到 我用藍色的 那如果是R跟Ir 結尾 我們就把它改成R 因為A跟R的發音差很多 所以他們在變音的時候 聽得很清楚 那這有它的語法功用 好 同學跟老師念 Trabahar 好 現在虛擬式 我們依照人稱這樣 六個念下來 Trabahe Trabahe Trabahes Trabahe Trabahe Trabahemos Trabaheis Trabahen Trabahen 第二個 Comer Chi 好 我們念這六個人稱 動詞變化 Coma Comas C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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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 Abrir 打開 它是Ir 結尾 那現在虛擬式 我們把它改成A Abra Abras Abra Abra Abramos Abrais Abran 同學注意 第二人稱複数型 都有中英標符號 那你看這一張 這個表 動詞變化表 你回想一下 現在是 你都記得嗎 現在是 可以嗎 比如說老師問你 Gomer 現在是 怎麼變 現在是 我吃怎麼說 Gomo Gomo Gomemos Gome Gome 你要很熟喔 要非常熟喔 現在虛擬式 你如果看課本 六十頁 你看一下 不是不是 翻開六十頁 對 你看六十頁那邊 很多動詞變化 對不對 你們要很熟 你隨便問一個 問老師 我都可以背得很快給你聽 當然台上 台上十分鐘 台下十年功 但是就是一直告訴你說 你要去背動詞變化 以前以前我在唸書的時候 真的就土法煉綱 你就是課本拿起來 就是一直背 然後就聽登個袋子 以前我還是卡帶的 很麻煩 還要捲回去 不像現在CD 就數位化了 你用點的就回去了 這個要很熟 你學習語言的步驟 西班牙語 動詞變化第一個 就是這個要背熟 再來就是應用 因為它跟英文跟中文完全不一樣 你看第二人稱你要用哪一個 Gomas 對不對 你不可能再去想 你跟人家講話的時候 你還沒想半天 不可能人家就不理你了 所以 不像中文跟英文都是用吃 那前面就換個人稱就好啦 西班牙也不是 你看西班牙我們講說 比如說你吃Gomas 現在是 我可以不要把度講出來 對不對 動詞就告訴你哪一個人稱 那為什麼我用虛擬式 你看Gomas跟Gomas的發音完全不一樣 那有它的含義在啊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命令式啊 會應用到這個時代的動詞變化 好我們先看這個肯定命令式 西班牙語我們軟念做imperativo afirmativo 你可以記就記了 到進階這個課程 一些西班牙語上面的一些名稱 我是建議同學要記下去背了 imperativo就是命令式 afirmativo就肯定的 西班牙語的形容詞一般是放在名詞的後面去修飾 好西班牙語的命令是 也是藉由動詞的詞維變化 來傳達語言上的命令和要求 那它的動詞詞維變化裡面就暗示了 你要命令哪一個人稱 這樣了解嗎 所以它就是因為這樣它就變得複雜許多 你想想看英文 站起來怎麼說 stand up 坐下 sit down 通通用原型動詞 對不對 西班牙語沒有啊 你這兩句話就兩個動詞變化了 那如果否定呢 否定又不一樣了 否定又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動詞變化很重要 那我們現在看 好肯定命令是動詞的規則變化 同學可以參考課本 課本在第幾頁 116頁 基礎西班牙語那本書 116頁 那我們在下命令的對象會是誰 你們先想一下 我會對誰下命令 一般來講是第二人稱 你嘛 你這個人稱還有複數型你們 那西班牙語跟中文一樣 我們都有一個客氣的 理敬的這個人稱 就是您 還有您們 所以又多了兩個詞為變化 對不對 英文只有you嘛 這個you很好用 它可以代表單獨的一個你 或是你們 也可以代表您或是你們 你們有沒有想過 英文怎麼這麼簡潔啊 簡戀啊 那西班牙語沒有 跟中文一樣 有你 你們 你們 通通通都有 好 那我們看第一個 Trabajar 請同學看一下 好 都是第二人稱在下 對第二人稱下命令 所以是度這個人稱 還有呢 你看第二欄 還有一個複數型 Vosotros 那如果是客氣呢 就ustes 還有ustedes 就這樣就四個 你就是記這四個 這四個人稱的命令是 肯定的命令是動詞變化 來 我們看第一個 度 度這個人稱 我們就使用 第三人稱現在式的 單數動詞變化 有沒有看到 比如說你要工作喔 我看你很懶散 都不唸書 也不工作 所以我會跟你說 Trabaja Trabaja 你要工作喔 然後唸一下 Trabaja 那你如果覺得這個語氣 還不夠強硬怎麼辦 把那個人稱代名詞 講出來 Trabaja Trabaja 這樣就很強烈了 那你們會問老師說 他是用第三人稱 現在式 單數的動詞變化會不會跟 搞混啊 會不會跟現在式第三人稱 的那個使用搞混 不會啦 一般來講我們在用命令是 口氣上會怎麼樣 總是會比較強硬一點嘛 比較凶一點嘛 你看我說 Trabaja Trabaja 那你看第二個 吃呢 你看小孩子都在那邊玩來玩去 不吃飯 你會怎麼跟他講 趕快吃 西班牙語 Gome Gome 你會這樣客氣講嗎 Gome 不會吧 Gome 趕快吃 那我們如果用在現在式的第三人稱 動詞使用的話 你應該是有個句子 比如說 煥吃巧克力 這句話你在朗讀的時候就是 煥 Gome Chocolate 聽得出來吧 那個語氣 語調不一樣 跟命令是 命令是 Gome 你看 那個語調不一樣啊 那你就覺得Gome還不夠 Gome 趕快吃 我們中文就是趕快吃 要吃到了 好 那你打開 比如說打開課本 如果是一對一的家教 打開課本 你打開 Abre Abre 我們唸 Abre Abre 所以現在你記起來 命令是 肯定命令是 肚這個人稱 我們就是使用第三人稱 單數現在式的動詞變化 但是我們在發音的時候 那個語氣 那個聲調會比較強硬一點 語調會比較強硬一點 好 再來我們看第二人稱 對你們 Vosotros 下命令 R R I的結尾 通通都一樣 你把這個最後一個字母 R R R 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D 就可以了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 你們要工作 比如說我現在對全班同學說 你們要工作 你要怎麼唸 注意中音 因為最後一個字母是子音 所以中音在最後一個音節 Trabahath Trabahath 你舌頭要咬住 你舌頭要咬住 我們D 出現在最後一個字母 要發那個TH無聲的 英文TH無聲那個S那個音 所以你要再咬住 舌頭要被那個上下門咬住 我們唸 Trabahath 你們要工作喔 Trabahath Gomez 那你們吃呢 來 你們念念看 Gomez Gomez 語氣要稍微強一點 Gomez 好 你們打開 對 你們全班 你們打開課本到第一百一十頁 Abris Abris 那麽問題 當時沒有沒有疑問 那我們現在看WUSTE WUSTE 他有一個技巧 R结尾把它改成A 那R 也把它改成A 這個語言很可愛 就是這樣子 R 也把它改成A R 也改成A 因為你在唸的時候 A跟A的音差很多 對不對 來 我們唸 好 您要工作 有時候您 你看他爸爸很懶惰 還是客氣 把他自己老爸 您要工作 來 我們唸 Trabaje 那您們要工作 Trabajen 好 那您吃 L改成 Goma 有時候我們會再更客氣一點 會講Goma Usted Goma Usted 你看句句的語言很特別 很不一樣 像剛剛我說 對一個小孩子說 Du go me 你看 do 講出來很生氣的樣子 很兇 可是你看我在理禁的時候 Goma Usted 這個語氣更婉轉 Goma Usted 把Usted又講出來的話 顯得更婉轉 Goma Usted 好 您們吃 不對 我們先看這個單數的 那您打開 Abra Abra 好 那複数型 您們要工作 Trabajen 西班牙語的第三人 這複数通通通是有這個鼻音 所以就加上這個字母 N Trabajen 好 您們一吃吧 您們要吃喔 多吃一點 Goma Goma Ustedes Goma Ustedes 好 您們打開 A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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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什麼問題 你現在聽都聽得懂 那回去要複習 不然你會亂跳了 一下子到底是用R還是用A 那是變來變去的 這個回去是多聽 那待會兒我們會做練習 好 這一頁我們看一下 我們還是看一下這個 現在式動詞變化 我們有講過 它有三種變化 對 一個是規則變化 那第二種是不規則變化中的規則變化 那第三種是完全不規則變化 那命令是 你既然也是借用了現在式的動詞變化 因為用到第三人稱 其實也都是 這些都是應用到 現在式動詞變化的概念 所以命令是 你看這一頁我們講說 有不規則變化 那這一類的不規則變化 其實是屬於 現在式裡面 不規則變化中的規則變化 它的改變只有中間那個母音 那你會發現它的詞尾 都還是照 肯定命令式的規則變化 有沒有看到 好 你像看這個 第一個動詞 Acerdar Acerdar 是猜 猜中了 比如說元宵姐猜 猜等名猜中了 Acerdar Acerdar 你看 我還是用第三人稱的詞尾變化 所以是Acerda 就是這個母音A 我用成紅色來表示 A要改成什麼 也 所以你要回去复習 現在式的動詞變化 你看第三人稱 還是用Acerda 您猜 您猜 不 你猜 度 這個人稱 你猜猜看 Acerda 你猜猜看 好 那第二個 Entender 你看也是中間這個A 比如說我講了那麼多 你要了解 你要了解我講的話 Entiende Entiende 有沒有看到 Entiende 它的詞尾變化 還是規則的 照第三人稱 單數動詞 只是這個母音A要改成 耶 有沒有看到 你們複習一下 現在式的動詞變化 就是這一類的 不規則變化中的規則變化 它有哪兩個人稱 是保留原來的母音 是不是第一人稱的 複數跟第二 第二人稱的複數 對不對 有沒有聽懂 比如說 Entender 我們看這個Entiende 這個動詞 你們把現在式唸給我聽 這個我們叫過 Entender 了解 understand的意思 它的現在式 我了解怎麼說 Entiendo 你呢 Entiendes 他或是您呢 Entiende 那我們了解呢 原型動詞的母音A沒有改變 所以怎麼說 Entendemos 對不對 第二人稱的複數也沒有改變 Entendes 第三人稱的複數 還是要改變 Entienden 所以如果你這個現在式 你有複意了 回想起來了 那你現在老實講這個肯定命令是你應該可以套用上去可以了解 所以你看你了解 你要了解 Entiende 好 再第三個 Asquilir 是得到 Asquilir Asquilir 他也是這個母音 紅色的 我把它塗成紅色的改成 耶 可是他的詞维變化 還是照原來規則變化 所以你看 Do 我們用第三人稱 現在式的 單數的動詞 不要就是 唸成 Asquilir 去拿到 去拿 Asquilir 去得到 去獲得 這樣東西 Asquilir 再來 我們看 Vosotros 你們 來 你們猜 母音我就沒有改變了 對不對 我只要把R改成D就好了 這個還是套用在 套用現在式動詞變化的概念 有沒有 不規則變化中的規則變化 Vosotros 這個人稱 原型動詞的母音A 我還是保留不改變 所以你看 你們猜 我就念做 Acerdas Acerdas 我只要把 把這個R 原型動詞改成D就好了 好 那你們了解 你們念 你們要了解 And then Des 對呀 你看A我沒有改變了 中間這個母音A沒有改變 我只要把R改成D就可以了 好 你們拿 你們得到 Asquilis Asquilis 有沒有看到 Asquilis 那 那 那 Usted這個人稱 一樣 如果 度跟 度這個人稱 你會了 你就是把 R 就會改成A 那 R 就可以了 好 我們直接唸 您猜 Acierte Acierte 您們猜 Acierten Acierten 好 您要了解 Entienda 你們要了解 Entienda 你們拿 你們得到 Asquilis 好 你們拿到 不規則變化 這個你要複習 很多教科書 它的第一冊 大概花了至少 三分之二的版本 版面 通通在講 現在式的動詞變化 就是要讓你 現在式動詞變化的 那個根基 打穩 那 你有這些 現在式動詞變化的概念之後 你再去套用到 其他13個 動詞的時態 跟 那個 語氣的 動詞词為變化 應該就比較不會那麼困難 所以現在式動詞词為變化 你要先背得很熟 不管是哪一個動詞 來 我們繼續看 完全不規則變化 那你這個樣子 個別去記了 只要是完全不規則變化 你就是個別去記 這沒有其他的方式 因為畢竟 它就是完全不規則 沒有規則可循 好 我們看Sarer 同學跟老師直接唸了 好 你離開 Sarer 有時候就是英文翻譯成 Get out 滾出去 就是Sarer 這個口氣很強 很強音 Sarer Sarer 好 你們離開 Sarer Bosoto這個人生 倒是沒有任何變化 好 你離開 Sarer 那你們離開 Sarer 好 這邊又來了 你看老師這邊有藍色的 是什麼意思 Sarer 有沒有同學記得 Sarer 代表什麼 是哪一個時代 哪一個人稱 現在是 對不對 第幾人稱 你可以看課本 我記得在78日 還是76日 這個我們都教過了 Sarer 是我離開 現在是我離開 老師那時候不是 請你們記得 要記得說 你看到這種go的 怎麼樣 你要有感覺 我們會 在虛擬是 就會用這個人稱 來改變成ga 有沒有聽 有沒有記得這句話 所以你看 Sarer Sarer 那您離開 我們還是一樣 一的結尾改成a 但是我用的是 Sarer 這種go 結尾的這個詞位 變化去改變 所以您離開 它的肯定命令 是動詞變化是 Sarer Sarer 這是老師 給你們的一種 解釋方式 那當然 你如果覺得 會造成你的 困擾 或是覺得 聽起來更複雜 那老師建議是 你就先把這個 表格裡面的 動詞變化 先個別去 記起來 那你記熟了 應用了 你再回來 回想老師 跟你解釋的這些話 這個Sarer 是從哪邊 變過來的 那時候 你就更容易了解了 那更不會忘記了 好 我們看 Aboner 放 好 你放下 把書放下 Bong 就是一個字 音節 Bong 好 你們 這個沒有變化 Bong 再來 您放下 一樣 Bong Ga 那老師這邊 旁邊給你注記了 藍色的 Bong 是我放下 所以它的虛擬式 R結尾 改成A 但是 只要這個動詞 變化 它的現在式 第一人聲 是Go結尾的 它的虛擬式 現在虛擬式 變化 都是從這邊去改變 Go 就變成Ga 所以我唸做Bong Ga 好 您放下 那單數你會了 複數你應該就會了 Bong Ga 再來 Bong 是來 第三個 Bong 是來 過來 好 你過來 Ben 你們過來 Bong 您過來 Bong Ga 好 大家了解了吧 現在是 現在是 Bong 我來 是Bingo 所以它的現在虛擬式 就是套用這個詞為變化 Benga 好 你們過來就是Bengang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再來這一組 我們把它看完 看完 來 Segir 好 繼續 我們直接念了 但這邊都是 完全不規則變化 好 你繼續 Sige 您繼續 Siga 我這邊有紅色 也是要告訴你說 Siga 它也是從Sigo 變過來的 所以你可以回去翻課本 在 第四章那邊 現在是動詞變化 回去複習一下 好 你們繼續 你們繼續 Segis 好 你們繼續 Siga 第二個動詞 Acer 做 好 你做 As 您做 Aga 你們做 Aces Aga 您們做 Aga 好 去 Ir 這是原型動詞 好 你去 B 您去 Baja 這個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我說要個別去記 您去吧 您走吧 Baja 好 你們去 Is 你們去 Baja 完全不規則變化 你們不用擔心 不用覺得困難 因為 它在日常生活裡面 是最常用到的 所以你常常都會聽到 反而完全不規則變化 是 你最容易上手的 如果你是生活在 有這個環境 講西班牙語 比如說你住在西班牙 你應該三不五時就會聽到 那可能就是因為 這類動詞最常用 所以 人的發音有時候 有人口齒不清 會造成這個單字 發音上面變成怎麼樣 因得改變 大概是這樣 我們把它看完 再來看否定命令式 imperativo negativo 否定命令式 它也是一樣 藉著動詞词尾的變化 來傳達語言上的命令 要求 否定命令式 因為現在虛擬式的動詞词尾 變化你會了 對不對 所以這部分應該 否定命令式你學習上應該更快了 老師這邊 你看他列的 哇這個表格寫的秘密碼碼 其實不難 你都認識了 這是原型動詞 trabajar 中間這一欄是人稱代名詞 我把它列出來了 從jo 到ustedes 很完整的列出來 你看 那你要記得一件事情就是 命令式的對象 否定命令式對象 跟肯定命令式的對象 有一個人稱你絕對不會對他下命令 是誰 有一個人稱你不會對他下命令 自己嘛 你怎麼會有毛病嗎 你對自己下命令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人稱 但是我還是把它列出來了 我把它列出來 這邊是要你去做個對比 在第三欄這邊 右邊這邊 就是現在式 請你看一下 你複習一下 認了嗎 我把它列出來了 trabajar 它的現在式 我用下面一條畫線 表示它的詞為變化 trabajo trabajas trabaja trabajamos trabajais trabajan 對不對 comer como comes come comemos coméis coméis abrir 打開 abro abres abre abrimos abris abren 這是現在式 你應該是記得很熟 它的現在虛擬式 我們剛剛已經有講過 就做個複習 r就會改成什麼 re的改成什麼 所以trabajar 現在虛擬式 presente de sujuntivo 現在虛擬式的词為 變化就是 trabaje trabajes trabaje trabajemos trabajéis trabajen comer就是 coma comas comas comamos comáis coman 打開就是 abra abras abra abramos abrais abra trabajemos 那這個 是虛擬式的 現在虛擬式的動詞 詞 詞 為變化 其實不難 只要你現在是掌握了 那你把握那個原則 r就會改成a r 也會改成a 就很容易了 那我們現在看 否定命令是 否定命令是 我還是一樣 除了第一人稱 還有誰 其實第三人稱 我們也不太對他下命令 第三人稱他你會對他下命令 不會嗎 一般我們都是第二人稱 那 其實剛剛 肯定命令是 還有個人稱 我們有講 其實我們也可以對 我們 我們這個人稱 下達命令 英文是用什麼 let's go 什麼什麼 let's 怎麼樣 那西班牙語也是 在否定命令是 這邊我就把它列出來了 所以你看 剛剛好 否定命令是 你只要把第一人稱 第一人稱的動詞 變化這一欄 就不要去管他了 去掉 前面加一個no 正好就是 否定命令是 其他人稱 他的變化 有沒有看到 我們念一下你就知道了 好 你不要工作 no trabajes 您不要工作 no trabajes 是不是剛剛好 是第三人稱 因為usted用第三人稱 動詞變化嘛 但是你不要會錯意 否定命令是 絕對不會對 A假或是 A第三人稱 下達否定命令 絕對不會 而是對usted 那因為usted 正好使用什麼 第三人稱 單數的词尾變化 所以這邊排列下來 剛剛好是 上一頁 去掉第一人稱 yo 依序下來 剛好是依序下來 動詞 人稱的變化 有沒有看出來 所以你看我們不要工作 no trabajemos 好 你們不要工作 no trabajes 好 你們不要工作 no trabajen 這樣沒問題 好 那下面老師把它唸完 好 你不要吃 no comas 好 您不要吃 no coma 我們不要吃了 no comamos 你們不要吃了 no comais 你們不要吃了 no coman 好 您不要 你不要打開 no abras 您不要打開 no abra 我們不要打開 no abramos 你們不要打開 no abrais 你們不要打開 no abran 這兩頁你可以回去 把它點出來 對照一下 那順便複習一下 現在式的動詞變化 好 不規則變化 這邊也是 servir 你就把它a改成1 bedir 要求也是一樣 a改成1 rebedir 重複 也是 那它否定 的時候 就前面放一個no 那就是 照這個人稱 其實它的動詞變化 就是除了第一人稱 動詞變化去掉以外 依序下來的五個人稱 的動詞詞為變化 但是你要注意 否定命令是 一樣我們否定的對象 都是度這個人稱 還有我們這個人稱 我唸一下 no sirvas no sirva no sirva no sirvamos no sirvais no sirvan pedir要求 no pid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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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pidan 那 那 hacer 那 它的第一人稱 我做是ago 所以我就是用go 去改成ga 那也是照它的順序 動詞變化就照 那個剛剛你看到 那個六個人稱 除了第一人稱 你不要 不可以使用 不會對第一人稱 下命令 其他就是一序五個人稱的 動詞詞位變化 好 老師唸一下 好 你不要做 no agas no aga no agamos no agais no agan 好 ir是完全不規則變化了 你別去 no pidas no paja no pajamos no pajais no pajao ok 好 那現在 你可以看一下课本 128頁 好 到130頁 好 我们做一下 这个练习